记者林静伦宜兰报道 总统蔡英文与总统副秘书长陈菊今天前往宜兰县罗东镇农会 参与2018县市长候选人授旗实施大会 蔡英文致辞是批评 民警党解决国民党留下来的问题 蓝莹却是事都反对 这很没道理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改革 支持民进党 陈菊则表示 他对宜兰的选情很忧心也很担心 希望宜兰人大团结 支持民进党 让宜兰选胜利 行政院长赖清德坦承宜兰选情遇到空前挑战不久 蔡英文就连续两天前往宜兰服选 为陈欧珀 宜兰县议员及乡镇市长候选人拉台声势 蔡玉陈菊 林聪贤 陈金德及陈欧珀 接到罗东镇农会参与2018县市长候选人授旗实施大会 由蔡英文向候选人们授旗 蔡英文致辞时指出 推动年金改革 本来要破产的军工交年金 现在被政府救回来 转型正义也开始了 讨回不当党产 调查真相及帮受难者争取公道 这些工作 如果不是民进党执政 就不可能开始 蔡表示 民进党先做的改革 都是国民党过去做不到的事情 蓝莹做不到 所以才有政党轮替 但民进党在解决国民党留下来的问题 蓝莹却是事都反对 这是很没道理的事 像是我们推动2025非核家园 蓝莹说这样不行 一定要发展核能 一定要以核养率 她批评国民党 过去八年什么也没有养出来 民进党两年做的 比国民党执政八年还要多 蔡也指出 政府不论推动建设 长照 国民党不但没有支持还反对 最近推动幼儿公共照顾 也没有听到国民党一句好话 但是没关系 该做的事情民进党来做 该承担的事情 民进党来承担 陈菊致此时则表示 她虽然在台湾各地服务 在高雄担任12年的市长 但她实实不忘 她是宜兰人 是宜兰人的女儿 这次宜兰的选情 全台湾 全世界都在关心 总统府很多外国媒体问她 宜兰的选情 民进党有把握吗 因为根据外媒评估 宜兰并不乐观 她听到很难过 陈菊指出 她对宜兰的选情很忧心 也很担心 宜兰人过去被称为台湾民主胜地 民进党的长期执政 也都被称赞优质 今年选情 不知为何会被外界看起来不乐观 是不是宜兰不团结 是不是宜兰有什么问题 希望最后这120天 民进党能够好好检讨与反省 守护伊兰民主胜地的价值 提灭